樊贤不能出北极 你知道抗旨的后果呀 樊贤若逃 他这一生都无法再倾国立足了 那也比到北极宋老子强啊 那怎么样 我跟你这个糟了头子 云游天下 一辈子见不着亲人跟顾遥 我老婆 我来检察院这么些年 我见的生死绝变事多了 我不跟你看他这种傻逃 再说我 我死了之后 总得有个送中的吧 樊贤没了 我找不出第二人 若天下只留一个人 这个人我一定选樊贤 那你干吗 还让他送萧恩去北极呀 你知道吗 这次回来 京都的未来就全在他手上吧 危险哪 陈院长 生命哪有不危险的呀 他要生活在你我隐隐之下 他就毁了他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他的安全的 你站起来 你现在站起来我就信你 当年就是因为我 都没保住你的安全